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剛剛教大家怎麼樣記帳 管理自己的開銷 如果你可以省下個 3000 5000塊的小資族 你應該要怎麼樣開始投資 我們來請教一下世聰哥 對 事實上投資來說 我覺得不一定要投資 在這個股票上面 或是投資在金錢上面 你可以投資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小資族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優先 其實應該是要投資自己 也就是說你有需要的課程 或是需要的進修 我覺得那是一定要去做的 因為我剛才就講 你要能夠成功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你在本業上非常的成功 如果你是要走這條路的OK 如果你要投資上非常成功的話 你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時間 隨著時間長久 你去投資台灣指數的ETF 或是高配息的股票 隨著時間來說 二三十年你一定會有錢 那是時間 另外一個如果你要快速的話 就我剛才講的 你可能要去學權政期 或這種比較快速可以致富 短打如果中了一次來說的話 那搞不好就會馬上就翻身 這是重要的 再來就是你要存購物的投資款 買必要的保險 還有旅遊的基金 也就是說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的錢 做很長遠的規劃 這樣來說的話 你才知道要怎麼去花錢 再來就是說你要有目標 譬如說你要三年到五年之間 也要存到人生的第一個100萬 我覺得這個你都要把它訂出來 你明確訂 而且明確的去執行 你只要這個紀律養成之後 我覺得一生之中 你大概就不會為錢所苦擾 寬哥這邊也幫我們 其實我們今天一整集的過程當中 跟各位所談論到的 不管是記帳也好 不管是投資也好 其實一切的一切 抓牢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讓你未來有更好的一個生活 未來有更好的一個生活的過程當中 當然很多的一個紀律你一定要有 什麼叫紀律一定要有 你必須要先有錢 你必須要控制你的支出 你必須要從你的生活當中 去找出你的生活當中的一個 破漏點在哪邊 以目前來看的話 再跟各位談一次 2020年的一個下半年 會是一個出現 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這個重要的轉折是什麼 這個重要的轉折就是 過去的零股交易 只能夠在盤後做 可是目前的金管會 他們已經宣布了 因為台灣現在真的 所有的投資人平均年紀太大了 先跟各位談 現在投資年紀大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們這個年紀的 大概是市場上股市 大概是最年輕的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所做的 第一個他們沒有本金 然後再來他們喜歡去做一些 整個槓桿性比較大的一個操作 當然那個沒有不好 但是就如同剛剛世聰所說的 你必須要去學工夫 你必須要去投資自己 先跟各位報告 那些很困難的功夫 沒有經過很深的一個投入跟研究 不是那麼快可以出師的 你可能運氣一兩次好 你會對 萬一你常常做 做久了你會沒有信心 所以還是要回歸到 正常的一個本質 正常的一個本質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在問我說 投資怎麼投資的過程當中 我說法都一樣 第一個 不能夠心驚膽跳 第二個 要能夠穩健長期來做 重點是不要太難 好 你每個月存了3000 5000的 該怎麼做 第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你不想要傷腦筋 你不想要花一大堆的頭腦 然後看一大堆的查報的話 最簡單就是你的那個 勞退的部分的話 6%你就自提 這就最簡單的 很多人會說那個績效不好 績效好像只有一兩% 可是先跟各位報告 因為你沒有動太多的腦筋 你沒有動太多的腦筋 其實日積月累 各位你要去想的是 10年後的你 20年後的你 那同樣的3000 5000可以怎麼做 如果未來在盤中 就可以去買零股的過程當中 請各位要切記 你不要跟我說3000 5000 那我3000塊 我來買大力光好了 也可以 可是跟各位報告 很多的錢可能都會被手續費吃掉 你一定要做容易去累積出來的 所以剛才所談論到的 包括了像0050的台灣50 台灣50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每一年幫你太弱流強 你不用自己選 他幫你選 你也可以說 那我希望股息高一點 那你可以選0056的高股息 他幫你選出台灣當中 股息發最多的 他就幫你做 那做的過程當中 他的成長性沒那麼多 可是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的好處是他的股息非常非常高 那很多人會說 可是這個這樣每年換來換去的 有沒有比較更簡單的 可以 統一